所以我没有走冤枉路 我接触佛法不到一个月就认识张家大使 跟他很投缘 我非常尊重他 他也很爱护我 很有缘 他说的话 那个时候对佛法根本不懂 刚刚接触我 什么都不知道 他讲的话我肯听 我肯照做 很不容易 没搞清楚就做 头一天跟他见面 我就向他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我知道佛法很好 非常难得 有没有 很快的方法能叫我们一下子入境之 所以我们很着急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他不着急 他老人家入定 不过他那个定 不是眼睛闭着的 不是眼观鼻 鼻观心 不是的 他眼睛看了 一句话不说 坐在那个地方 看了半个钟点 入定了 他入定了 我也入定了 是不是 那个教修法 高明啊 太高明了 以后我们想的 必须整个心定下了之后 然后那个话才有用处 否则的话讲太多了 没用 那个力量不够 必须的时候要定到相当程度 我们要预进会神 等着 等着他听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示 对佛法一窍不通 老人很慈悲 等到半个钟点 他才好不容易说了一个字 有 一个字说出来之后 又没有了 又入定了 不过这次定的 没有那么长 就是了 大概五分钟 所以跟那个老人在一起 非常有味道 虽然一句话不说 像现在人讲 磁场不一样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身心舒畅 真的是烦恼杂念都没有了 都被他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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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住 那个力量很强很强 那么过了五六分钟 讲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他讲没有我这么快 他的字讲得很慢 一个字 一个字 很重 好像那个字吐出来 清金之力 那么这两句话 我听了 明白意思 要看破 要放下 其实 我们理解的意思 也是似是而非 不够精密 但是懂一点意思 我接着就向他老人家 请教 从哪里下手 这大概又等了 十几分钟 等到两个字 不识 所以第一次跟他老人家 在全部的谈话 就这么多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向他告辞 他老人家非常慈悲 送我到大门口 送到门口啊 拍拍我的肩膀 告诉我 我今天教你六个字 你好好的去做六年 那我就很老实 我就真的去照做 做六年 那做什么呢 布施 写 很难写 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 非常清楚 待遇很微薄 我自己的生活 的确非常简单 我喜欢呢 就是读书 所有的收入 都买书 所以我一年的收入 那个书架上一看 就读书 很喜欢书 人家要向我借书看 我不会借的 为什么呢 他把我的书搞脏了 搞坏了 我不肯借给人家的 好 这跟张家大师 叫我布施了 这个心放宽一点了 书啊 人家来借的时候 我肯借给人家 在过去时 又大一点了 可以送个人家了 那么当然最初的 我看过的 可以送个人了 旧书可以送个人了 心的好的 自己有的不能改善 过一个时候呢 知道自己用旧的 心的送个人家了 慢慢进步啊 布施了六年呢 就布施得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书是不少 那是学佛也六年了嘛 台中李老师 办了一个磁光图书馆 我知道 我把我所有的书 都捐送给图书馆 他在那个时候 刚刚创办的时候 我捐去的书 占他全管五分之一 你就想 我的藏书有多少 占他图书馆的五分之一 全部捐光了 到捐完了的时候啊 心很清净 有一些事情呢 将要发生的事情呢 预先就知道 清净心起作用 当家大师说 写嘛 他真干 他不干不行啊 不干 到不了这个境界啊 许多事情啊 都能够有预知 所以 舍要紧啊 不舍不行啊 不舍 是烦恼啊 你心里有了东西 有牵挂 有忧虑 有烦恼 统统把他写得 干干净净 那多自在 多痛快啊 不舍的人不知道啊 这个舒服痛快 你们想都想不到 一定要真正去做 所以从布施下手 张家大师叫各位 我也就从这里做起 布施为四血法之手 这个四血呢 血是血受众生 佛摄受众生 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博士 第二个是爱语 第三个是力行 第四个是同事 用这四种方法 接引众生 摄受众生 我们今天说 法缘属生 法缘从哪里来的 戒缘啊 那不戒缘 你的法缘怎么来的 戒缘用什么东西戒缘呢 布施啊 不布施还行吗 血要付出去 还能不能找到 犄粘 脚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